我想分享一下 我昨天吃飯的事情 首先有些網友知道 可能有些網友知道 就是撞到阿冬 我昨天就撞到人生第一次 我不知道你阿正有沒有試過 我們去吃海鮮 我們去三門仔 去三聖村 去李源門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的 就在市場裡面買海鮮 然後給它加工 或者在海鮮店裡面 就是門口 買來給它加工 通常我們一般都是這樣 譬如四千塊的海鮮 就做三四千塊 差不多一對一 好了 話說我昨天九個人 我就不要說哪一間 我第一次做了這樣的行為 我老婆說 去大埔街市買 我說 這麼賓州 我心裡想 會不會人家不太喜歡 你拿著東西去人擠 我就說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們昨天找到的那間店 基本上門口沒有買海鮮 我想這個也是重要的 就算你賣海鮮也沒什麼 就只要加工錢 是的 OK 好了 我覺得真是煩 我進去開車去大埔 跟我們買完東西 又要車去西貢 去西貢圍圈 你以為我們不會看少少錢 其實之前 我有一些朋友都是這樣吃開的 謝公他們教我 都是這樣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 通常都沒有 真的沒試過 通常我們在那裡買 因為那裡也有魚檔 是的 最多在那裡的魚檔 選擇檔合謊 或者他說便宜一點 他會跟你說什麼 通常你去找那一檔 我叫他去那一檔 就要去那一檔 或者叫你去那一檔 你不去那一檔 那我不會 他可以叫你 你怎麼知道他叫你 可能老店呢 差多遠 好了 如果去老店 我下次不會 我告訴你 我昨天 首先 我要數給大家聽聽吃 我沒有很貴的東西 三盆仔 不是 我在西貢吃 我就在大埔買 西貢 我買了一條很大條 我想都有一斤半以上的 吊口的東升 在大埔 一條東升 買了這麼大的掩仔 我也沒見過 這麼大的掩仔 掩仔一隻 買了8隻 都要100多元一隻 好了 好了 有蜆 吃不完 有鑼 有八卓蝦 聖子王 鮮鮑魚 我昨天吃過那些很大隻的 平時是阿東來加坊 我遇到阿東 那隻南非鮑魚 但是跟我們那隻 急凍那隻真的沒得比 我們那隻好吃很多 真的 他那隻都是好吃的 是 但是真的跟我們那隻沒得比 鮑魚 聖子 蜆 蝦 蟹 魚 還有一種東西 八樣東西 我忘記了 龍蝦 沒有買到 很厲害 龍蝦和橡白胖都沒有買 OK 其實我已經覺得 買得多了一點 因為我知道自己的食量 是小了我們成家人 想買八樣海鮮 去到 就叫了半隻燒鵝 魚豬即燒 那些魚豬 我們也有 幸好剛剛有一台人 就要半隻魚豬 那你問我們 你不要他來拍一張 即燒 兩碟菜 然後油鹽水雞 炸豆腐 那些我之前早上去 我肚餓 吵你老母 吵架 酒樓那裡加工費 二千一元 連那些燒鵝 那也算了 海鮮我也是買了二千五元以下 我忘記了多少 二千五元左右 你叫魚豬多少 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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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餐飯是四千多元 九個人 我們吃得太習慣了 一出去我已經問回我的大小口 如果我們平時吃這餐飯賣多少錢 他說七千元左右 七八千元左右 買料可以差兩三差 原來真的差很遠 現在沒辦法 真的要省 大家省得省 大哥 當然 我去大埔街市 又賣得便宜了 那些人一見到我就已經 收便宜了 但是不是便宜得很多 因為我不是很比別人便宜 比我的 我早收收 我通常都是這樣 OK 大家一天去吃飯 糟糕 我可能會不會被魚豚砸我 但是我聽謝功 我說明天天天賴的謝功 他們說他們一向都是這樣 買一些海鮮 然後去那個 謝功喜歡去那個什麼 山上三聖村對面那個什麼 龍 說到後邊 龍龍 龍龍 都是這樣 OK 那些人 會不會被魚豚砸 會不會被魚豚砸